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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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句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一百三十五页 一百四十四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元金色 这个时候世尊 那么就跟比丘讲 这种都是无问字说 色是苦 那么若色非是苦者 不应于色有病有苦生 欲不欲令如是 欲不令不如是 就是 就跟前面那一经一样 那么因为他 这个无常 所以他有苦 有老病死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是苦的 那因为他有老病死 有病 那也不能让 说我 不欲令如是 不欲令如是 就是我不想要让他病 或是不令不如是 就是我要让他快乐 他没办法 我要让他不痛苦 他没办法 因为色以色是苦 以色是苦固 于色病生 就是这个身体 他会有 因为无常 而老 而病的状态 欲得 于色 欲令如是 不令如是 那么 不令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那这个跟前面那一经 讲的是一样的 因为色是无常 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 那苦 苦 他就 叫做不自主 因为 就是 你如果可以自己决定 我要他病 要他不病 要他老 要他不老 那么 那个就是自主 一般就叫做我 那因为他不自主 就是欲令如是 不令如是 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主的 你可以自己做主 那因为 你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能自己做主的 他重点不在讲色 重点在讲这个我 色受想行事的这个我见 那因为 我的概念里面有一个就是 你可以做主 但是 你很明显 你病来的时候 你做不了主 你老的时候 你做不了主 你要死的时候 你也做不了主 你不想 你不想病的时候 他会病 你想病好的时候 他不能好 你想要快乐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有快乐 他在讲这个 重点不在讲色 重点在讲五蕴 就是这个我 那因为我们就是 只色受想行事为我 所以就从色开始讲 那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都是这样 所以 因为这样 那既然 比丘若无常苦 是变异法 多闻圣地子 那既然 既然 既然这个五蕴 是无常的 是苦的 那 是生灭 变异的 那么 有智慧的 多闻的圣地子 我们说 智慧多闻基本上 就是闻什么 闻无我 知无我 真正的智慧是 如是知 如是见 那么 缘起无我 那么这个是智慧 也就是我们说的 波罗波罗蜜 到彼岸的智慧 也就是解脱的智慧 那么 假设多闻的圣地子 已经有了这样的 无我的智慧 那么他还会在 这个五蕴当中 您于中 于这个色中 于这个色想行事中 就是 因为 当时 沙门婆罗门只有我 这佛头有讲 就是当时的 沙门婆罗门 所有的宗教修行人士 那不管是沙门 还是婆罗门 那么 他只取有我 不外乎 从五蕴中 只取有我 或是 其运我 或是离运我 或是相债我 那 阿哈金的说法就是 是我 亦我相债 就是 这个色就是我 这个受想行事就是我 如果这个色就是我 那这个我 很常独一自主 那这里他是从 他不常 他不很常 他会变化 那么第二个 他不自主 他会苦 那从这个地方来说 所以 你说这个是我 那我怎么会有这样的 所以 那么 真正有智慧 如实之见 无我的这个佛弟子 多文圣弟子 那么还会 还会在五蕴当中 只取 这个五蕴就是我 五蕴之外有一个我 我在五蕴中 五蕴在我中 他的习惯性说法就是 是我亦我相债 那宁与中 见 见 我亦我相债 就是 是我亦我相债 那就是 集运我 离运我 跟相债我 比丘白佛 不也是尊 那么 色彩人士都一样 在其就是五蕴中 好 那么 他接下来就用 他习惯性的一个 就是说 那么 既然不是 那么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就是 五蕴当中 不管是色受想行事 那么 所有色 那么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外出戏 好丑远近 那这个变成一个就是 习惯性的说法 那你说 有没有可能 多一点或少一点 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你看你从哪一个角度上去讲 你要把色法怎么分析 或是从数量上 或是从形状上 或是从性质上 基本上 还是可以的 但是基本上这个就是 一般我们常用的 你会发现到 它有一些公式化的东西 就是习惯性的东西 他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了 那以后都用这个了 过去现在 未来内外好丑出戏眼界 那我们说 阿安经里面有三种 一个就是 就是从五蕴来讲 从五蕴来讲 就是这里的 各种 各种层面的去分析 时间上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 过去现在未来 另外从它的性质上 那么好丑 那么 出戏 那 可能从它的向上 也是可以讲 就好丑 出戏 另外 有位的远近 那么 内外 就是 从它的空间上来讲 一般来讲 就是时间 空间跟性质 这三方面 你看那个保激经也是这样 时间上 因为我们这个宇宙就是时空 还有体性 性跟相 通常我们分析一个法 通常有时候 比如说 从时间上 一般我们就是时空 我们这个是三度空间的 时间 空间 然后这个物质的本身 如果它存在 如果它存在 那么现在讲的是 所谓的实质的存在 真实的存在 实质的存在 如果这个我 如果它存在 如果它存在 那么它必然有 时间 空间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体性 跟什么 体性就是它内在的 跟外在的 跟表象的问题 它既然 它必定有这个 可是一般我们叫做性跟相 时空 一般你可以 从这几个角度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你说像 像 我们讲 像保激经 保激经它就是 从三十 三处 这跟阿安经里面 差不多也一样 三十就是什么 过去现在未来 因为它不是过去就是现在 就是未来 过去 现在 未来 它不会超过 它不会 如果它存在 它一定是在这三十中 不会说三十之外的 没有了 一定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它不是在现在 就叫未来 不是在现在 就是在过去 那么 不会超过 你说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不在未来 但是它存在 那哪有这种东西 你想不出来啊 就是 你会发现到 它 分析一个事情 就是说 它来看待这件事情 分析事情 它到底存不存在的问题 因为我 它基本上 有跟无 有跟无 那有 如果它存在 那它是存在哪里 那告诉你 因为有我 那我是这样子 很常独一自主 它就是存在 真实的存在 实质的存在 有是一种存在 那我如果是存在 那么 这个我它的定义 是很常独一自主 它不变 它有不变性 它保持不变 不变有时候叫主 不变 所以它这里叫变异 那么 独一 它不是合合而有的 它不需依靠别人 它自己本来就这样 它本来就这样 它独一的 所以它不是其他的条件组合的 我不要配合你 就是它不是相待法 就是我不要配合你 你不要配合我 它是独一的 然后它是自主的 它自己就让自己这样子 不是别人让它这样子 别人没有办法决定它的 它自己一个的 所以一般来讲 这无常 这个是从无常 它生命无常里面知道它无我 这个是从缘起 一因大原而有 它自己没有办法 它不是独一的 它是从缘起之到无我 从缘起之到无我 这个是从无常之到无我 这个是从苦之到无我 这个是从苦之到无我 要不自主 那现在讲的其实就是 从苦跟无常里面来讲 那一个物质如果实质的存在 如果我实质存在 那么它必然有时空的问题 存在嘛 存在必然有时空的问题 就时间上 你去探讨它在哪里 那么空间上 你探讨它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内外中间 内外跟中间 那阿罕金当然就 这个三十还是讲过去 现在未来 那三处就是内跟外 然后另外就是性质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粗细 那个是比较向上的 粗细好丑 粗细好丑 那远近我们说比较难理解 但是可能跟那个 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但是就是说 好丑也 远近也有可能跟就是 你看的大跟小有问题 大看起来就 或是小看起来比较远 类似像这样 但是它已经有粗细的问题了 那这种基本上都是所谓的 性跟相 就是它的体性 那么粗细好丑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好丑粗细远近 内外 内跟外 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体性的问题 内外 它也是可能内外好丑 那么好丑是 好丑是比较属于这种问题 好丑粗细 那远近也有可能是这里 也有可能是这里 那么基本上我们如果从 从一个法里面的角度来讲 那你看那个《法花经》 它就讲十种 或是九种 如是信 如是像 乃至如是本末究竟 它都从九个角度 然后加上本末究竟 可能十个角度 那当然是 这个是JOMOROS翻译的 那就是一般叫做实如是 可能你们可以参考 就是说 那这种其实是从 一个法的存在 你从它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说 去观察它 那通常阿安静基本上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内外 出戏好丑远近 就是一个物质如果存在 它必然有它性质的问题 跟它性 就是它的相的问题 它表现出来 如果它存在了 那么它的体性是什么 比如说地水火风 它的体性就是尖软湿冬 然后它的相 它是流动性的 是方的 是圆的 然后是粗 是粗的 是细的 反正就有这些问题 那现在就是你把这些 对 对这种物质 或都这种所谓真实存在的 这样的 不一定是物质 但是如果包括心也是 色受想形式 如果它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它一定有所谓的性跟相的问题 哪有所谓的时间跟空间上的问题 那你去观察它 它到底在哪里 它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性质 它什么作用 就讲这个 那如果你发现到 你发现到 它是有性质的作用 但是 所以你看保激菌它就用贪、陈、痴、三毒 你看它就变成这样 三食球、三醋球 跟三性球 它一定有 它一定有这个 我们以保激菌来说 它一定有所谓的性质的问题 那性质一般来讲 因为保激菌是观心嘛 它这个是从色 受想形式 那如果是观心的话 因为心是一切法的阻挡 它一定有所谓的性质的问题 那这个心 它有人造作 它的性质是善、是恶、是无忌 所以就变成善性、恶性 那人性本善、人心本善、人心本善、人心本恶 亦善、亦恶 通常哲学就这么说嘛 那么善、恶、无忌 那么你造作的 因为 因为 从佛法来讲 心是刹那身、刹那面 刹那身 跟刹那面 一刹那身 下一刹那就变了 所以它一刹那中只能有一法 当然这个部派也有讨论 到底一刹那中可以具足多法 还是刹那中一法 一刹那中只有生一法 比如说你先起了善心 下一个刹那 刹一个刹那 生起了恶心 善、恶不能同时存在 你一刹那中 那么它可能很快速 但是 就是它不能同时有 所以它一定是 如果它是善、是恶、是无忌 那我们说人性的话 是善、是恶、是无忌 是义善、是义恶、是非善、非恶 那么 那么这个可能就比较包含在所谓的 它不决定是善、不决定是恶 或是它没有所谓的善恶 好 那这个是我们 我们读了阿含经之后发现到 那么它来观察一个所谓的 一种存在 因为正我是一种存在 那这种存在它 可以从几个角度去上去 去观察 那我们说它 运相应 五运相应 因相应 里面主要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出息、远近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另外一个就是 它一一的去 就是你去观察 你这样去看待它 去观我 那个色如巨默、瘦如水泡 用世间的比喻来看 色如巨默、瘦如水泡、想如羊怨、行如芭蕉、事如幻化 那你会发现用批语来理解 那你用自身、世界上可见的现象来理解 如病如庸 这个是你去观的 这个是你去观的 那这个也是你去观察的 观察它到底在哪里 有没有 那当然是以这个为主 以这个为主 内外出息、好丑、远近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 好 那我们让底下看 从这里讲 现在未来内外出息、好丑、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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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就是观无音论里面说它是三界六道的不同的差别 那远近说是身中跟身外的差别 所以它这样如实观察 知道一切无我 一切 因为它 你去观它 是我亦我相在 那你如实观察就知道 你找不到这种存在 所以就变成 非我不亦我 不相在 就否定掉 否定掉是我亦我相在 所以后面它就变成 非我不亦我 不相在 因为它见 我亦我相在 你要比对吧 它前面是见 多文圣地子 名语中 见 我亦我相在 那这样观察之后 从 从这个 时间、空间、信像 就总的去观察之后 你会发现 它不可能存在 不可能真实的存在 那因为它如果真实的存在 它一定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 它不会改变 那个叫实在 真实存在叫实在 第二个 它是自己就这样的 那 它本身不改变 它也不会因为别人改变 它独一 它自己就让自己这样的 不是其他的因缘 让它这样的 因为其他的因缘 让它这样 因缘不在了 它就会消失 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 它不需要依其他的因缘 它自己就这样真实的存在 然后 它是自主的 它不被别人决定 它自己决定 那这个就是 恒常独一自主的概念 那这个也是印度人 我的概念 自信的概念 所谓自信的概念 所谓自信的概念 所以 前面说 您 您于中见 我亦我相在 那透过这样的观察之后 它就是 非我不亦我不相在 如实观察之后 知 知 非我 亦我不相在 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 亦付如是 那么 如果你能够 真正如实知如实见 那多文圣地指 于色得解脱 于受想形式得解脱 因为你只要执着色 你就被色束缚住 你执着受想形式 你就被受想形式束缚住 那这个其实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常常是这样 那么 看你注重什么 你在意什么 那么 它就决定会束缚你 那比如说色 那么 从这个身体来讲 那么你很在意这个身体 那么身体一有状况 你就很紧张 那么可能有状况 你也会紧张 真的有状况 那你就更紧张了 那么所以 所以你就一直受它束缚 你就一直受它束缚 因为你的心都被绑在那里 就好像一样 那如果你对这个 你对这个 比如说受感受 那你很在意 色受想形式嘛 基本上就是身心 那你特别注重那种感受 然后别人给你的感受不好 或是你很在意 我给别人的感受好不好 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跟说法 就是说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怎么想你 那么你就会 你就会 你就会很注意别人有没有在说你 有没有在用什么角度来看你 用什么话来说你 那 即使他说你好的你还是会担心 因为你怕他说你不好 他真的说你不好了 你就痛苦了 但是他没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还是担心 你叫做忧 会忧 怕别人说你不好 真的说你不好了 忧就变成苦 叫做忧苦 那或是脑 脑苦 就忧悲脑 那你通常就在这里 那看你注意什么 看你注意什么 如果你很在意 你比较注重穿衣服 你就会被这个衣服帮助 你天天要出门都在想 我要穿什么比较好看 那这个衣服会几百件给你挑 越多件就越难挑 通常是这样 像我们都不用挑 我们就同一款 同一款不用挑 只有那个 只有那个洗过跟没洗过的差别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差别 像我们的发型也不用麻烦 只有剃跟还没剃这样 那基本上 但是如果一般人 有些人不一样 有些人在意车子 有些人在意房子 有些人在意身体 有一些人在意工作 反正就每个人在意的不一样 但不管你在意什么 你的心就一定是 一定是很多的心力花在那里 绑在那里 那么你怕他有变化 但是他一定会有变化 他一定会有变化 所以你就会变成一辈子都被束缚住 受想形式都是一样 那基本上那个都是一个心锁 那所以 所以你 应该把心 拉回来 拉到哪里呢 拉到关这个世间的无常 你知道他本来就有变化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化 但是我已经知道他会变化 所以你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发现到 都已经说好的 你说变就变 都已经决定好的 你说翻案就翻案 很多会这样 那你会气死喔 真的 后来你要再想一想 世间本来就这样 世间如是 众生如是 修行如是 修行本来就要面对这些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有一种感慨就是说 这发生了很多 我们叫做意想不到 那意想不到是因为 你没有把无常跟缘起放进去 所以你常常会有那种意料不到的 有时候是惊喜 那是好事 有时候是惊吓 那是不好的 那所以 但是你久了 你看这个阿含经看久了 你知道现在正好的时候 或是你认为理所当然要这样的时候 你都要再保留一点回旋的空间 它可能会变 好像已经铁打的 铁打的事实 煮熟的鸭子了 我告诉你它还是会飞 真的 这个我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所以通常我们已经觉得说 已经是铁打的事实了 我告诉你 还是会变 那所以 一般来讲 不会变的就是真理 不会变而已 不会变的就是 所有的事情都会变 这一件事不会变 那你知道了之后 你的心 基本上你还是有期望 你还是有目标 你还是有理想 但是 你在设定目标 然后 这个要完成理想的过程中 你知道 这一切都会有变化 而这一切的变化 取决于 取决于你的业 你的福报 你的缘 你的心 真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你好好想了之后 你就会对于这个世间 不断在变化 你像 你像这个新冠疫情 两三年前 忽然就这样 大家也措手不及啊 有一些 觉得还在观望的 现在说了很多点了 那么就是 他很多事情在变化 那又会 以后会怎么变也不知道 世间本来就无常 是业力的 是业力不断在改变的 不过共业中有别业 那我们努力 我们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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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努力朝我们的目标前进 但是我们知道它会变化 那因为我们没有宿命通 没有天眼通 不知道过去会怎么样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仍然坚持 我们想怎么样 那是依着 依着我们这种 比较稳健的步伐 就持续的往前走这样就好 那你一定要预留空间 那么因为我们比较不能 接受的就是 我们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 大家都决定好了 那为什么你自己一个人要变 那为什么你要这样 类似像这样 这种很多 那其实你要知道 世间上不断在变 世间上不断在变 无常本来就是它的事实 但是无常它也是有诡则的 它是有诡则的 依着依着依着诡则 或远的诡则而做的 它不是说变就变 它必须要因缘去读 它才会变 它必须要因缘去读它才会变 所以我们努力去创造因缘 努力去去读那个因缘 然后之后它成不成 你就不用太乖 叫做等待时节运缘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保持那种发心 等待时节运缘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这里一样 它说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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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实观察 这个五蕴 它无常苦 无我 那么你就从这个五蕴当中得解脱 这个怎么讲呢 因为你会受苦 都是因为这个五蕴而有苦的嘛 所以它说 于受想行事得解脱 我说比解脱生老病死 你看 这个苦来自苦 苦的苦因是什么 就是有生死 有生 这是五蕴生 我们出生就有一个五蕴生 我们出生有一个五蕴生 这个五蕴生 它会有老病死 这个是生理上的 一旦出生就开始朝这边走 一旦出生就朝这边走 当然有一些人 跨过老病直接就死 出生不久就死了 都还没老还没病 当然也有 但是出生就跨过这个死 那中间 它一定 这个是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变化 生理上的变化 它一定是老病死的 当然你从好的部分看 就是小 然后长大 然后还没长大变成长大 还不健康变成健康 也没有力量变成有力 也有 但是它一定朝这个地方 没有一意的 没有例外的 一定是 一定是朝死的前面去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是生理上的 这个是生理上的 五蕴 五蕴有所谓的生理跟心理的问题 就身心结构 那心理上的一定是什么 愿正慧爱别离求不得 我们叫做优悲恼 愿正慧爱别离 跟求不得 那这个可以统称叫做优悲恼 那这个可以统称叫做优悲恼 有苦 那么这个简称叫做苦 八苦 包括这个 就五蕴赤胜 赤胜就是 赤胜就是无常 刹那刹那无常 像火在烧 很旺 烧完了它基本上就是优悲恼苦 生老病死优悲恼苦 所以这个都是五蕴参 五蕴参 那这个五蕴参 你只要有这个五蕴参 三界六道 五蕴参是就人来说 就人来说 那么你只要有这个参 那么三界六道 它一定有苦 那么不管你在天上 那么最好的是比如说你在这个 在这个 无色戒 无色戒只有生跟死的苦 生也没有苦 它化生的 它化生的也不会苦 死 死了之后 它剁下来的时候就开始苦了 不管它剁到哪一界 它都会苦 然后就又回到原点 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只要这个五蕴参存在 或是这个参存在 只要生死存在 简单来讲 五蕴参是就我们御戒的人来讲 那么畜生也是有五蕴参 鬼道也有 天道也有 但是无色戒就不一定了 那么只要有生死 它就有苦 它一定是苦 而且没有边际 就是你找不到苦边 除非你见乎我 你才开始有苦边 所以叫做生死苦海 苦海无边际 去全部知道 苦海无边际 世间都有苦 基本上就是这样 生死就有苦 那么你没有生死 就不再受生了 就是最后生 这生完了 没有了 或是它正出国 它见无我 那么它顶多七次 那么它一定会解脱 把它生死根本 所以 所以你就不再受这个生死的束缚 那不受生死的束缚 就是不受苦的束缚 因为有生死一定有苦 一定有苦 那么你不再受苦的束缚 就叫做解脱 解脱就是解脱生死 所以它叫做到彼岸 到彼岸 到彼岸的智慧 就是波勒 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 解脱的彼岸 那生死是在那边 那我们在苦海 那我们在苦海 一出生就在海里面了 苦海 无尘不定 那你到了 到彼岸就是上 上了这个苦海 出了这个苦海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见无我 佛弟子于中见无我 那么就不再受这个五蕴生的束缚 其实就是不受生死的束缚 那从日常生活里面来看就是 你执着什么 你就受什么束缚 你执着那个名利的 执着那个权位的 像有一些人 就是在家出家都一样 他做到很高的职位 那有些出家比较大的生团 那职位也很高 他职位到那么高的时候 他有一种 他有一种权力的那一种 那一种 就是 比如说你做高做习惯的人 因为他做到很高 比如说你是什么分院的院长 或是你是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分会的会长 类似像这样 他做到很高 很高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指挥别人 别人不能指挥你 那别人会恭敬你 你不一定恭敬他 但是这个是 就是说高的一般来讲 就是说你叫别人去做事 别人不敢叫你去做事 你凶别人不敢 别人不敢凶你 那 有比较好的供养 一定都先给你 好 那么你做到很高的职位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享有所谓的 权利跟福利 基本上有这两个东西 那这两个东西 我们叫做明文立养 名声 就是人家比较会恭敬你 然后你有权利 然后你有很多福利 就是你有权利做很多事 那你有指挥人 然后这些久了之后 你变成如果很重视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很怕自己 不在这个位置上 你得不到那种权利 得不到那种福利 那为了让你常常保持在这个位置上 你会用尽心机 想尽方法 那久了久了 你的心就一直 一到有风推导动 你就很紧张 你就很紧张 怕被拉下来 或是怕被换掉 那么这样你就被他束缚住 你就会等动辄得救 那你就生活在忧苦里面 忧苦恼 你站在上面的时候 你很怕有人取代你 那一旦有人表现得比较好了 你会把他当假想敌 真的 我们也会遇到这种 如果你表现得好的时候 那么 或是不该你表现表现出好 你威胁到他的时候 你都莫名其妙 为什么他忽然今天 对我态度那么不好 为什么他好像要整我 你要知道 你太厉害威胁到他了 真的会这样 那这样基本上就是 你会 但是他比你还痛苦 因为不只是你而已 所有的人他都会有危机感 他死死有危机感 那一到真的被换掉的时候 他就更悲痛了 他就会生活在奥违里面 他就会恨很多人 就变成这样 那这样其实就是被束缚住了 被束缚住了 那么你就一直在苦海里面 一直在苦海里面 这个还不是生死的苦 这个就是无常的苦 忧悲恼苦 不断在忧悲恼 害怕被换掉 那么一旦被换掉了 就很悲痛 然后事后就 就常常懊恼 常常这个痛苦 就不断不断重复 那如果你不在意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比较没关系了 这个东西就绑不住你 这个东西就绑不住你 你叫我去做什么 你叫我在哪一个职位 我都能做 那我不在乎这个名神 我不在乎这个权利 我不在乎这个地位 我不在乎这个名利 那么就是要霸风缺不动 那么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那么慢慢慢慢 这些世间的东西 就比较不绑住你了 就是说你在哪一点执着 你执着的越多 你执着的越多 那么你就越痛苦 越不自在 因为 因为 这个好像一条神经 一条神经这样牵动 那么你都会动心 你都会脑心 那这个是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间 很难以避免 但是又必须要面对的东西 那如果学习佛法 你要常常观 因为大部分都是 我我所而有 我爱我所爱 那么 我的感受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会很注重 别人没有照顾到我们的感受 我的感受很不好 你给我的感受很不好 给我的感觉很差 那么 基本上那我想怎么样 那就是我的愿望是什么 那么基本上你太重视这个东西 那把那个我越来越坚固 越来越坚固 但并不是告诉我们不用上去 我要努力 我要解脱 也是有 但是它是比较朝 正面的发展 然后 你不要再 我要努力修行 比如说我要持戒 我要布施 我要忍入 我要修行 那么这个当然是好的 但是因为你 你太注重这个我 当我要持戒 我要布施 我要忍入 就比如说我要怎么样 那么你 你这个分别心 我我所 我见我 我见我爱的这个心太强 它就会引发一种作用 就是 我有持戒 你没有持戒 我有布施 你没有布施 那你就会轻视看不起 那一些不跟你一样的人 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 你那个分别我见是很强的 分别我见强 那分别我见强 它还是会带来痛苦 因为当姻缘不再配合你的时候 当别人不再这样对待你的时候 当你自己也不能忍受别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痛苦就越来越多 那你很担心 你一直在担心 这个世间不如你的愿 不符合你的期望 不配合你 那么你就会很痛苦 你就会很痛苦 那所以 这种就是一种束缚 那么你着重 比如说 你非常着重吃的 吃的不好你就很痛苦 你非常着重睡的 睡的环境 睡的不好你就会很痛苦 一样 那么这个是 每一个人过去生带来的习气 业力 那么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我们过去中带什么来 我们这一生都要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就算你不管搬到哪里住 那么不管那个房子有多张 你既然要住 你就要把它打扫干净 一样的道理 那那个脏乱都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心思 那么不管它过去有多脏有多乱 现在你都把它整理好 让你好休闲 就是让你好住 那我们的身体 我手也是这样 那因为我们过去生 肯定也都带了一些烦恼过来 夜过来 还有不好的心过来 可是这一次我们学佛之后 我们有了新的方法 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我们有三个嘛 第一个目标要明确 就是你要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要做到什么 我要到哪里 这个很重要 这个在阿安经不知道在哪里也有讲 就是要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这个明确的目标之后 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我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要解脱 我要成佛 我要升天 我要得禅定 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明确的目标之后 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要到那里要有正确的方法 比如说你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中间有一个河很深 你说你要走路过去 那根本就走不过去 淹死在河里 你根本就过不去 所以你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道路 明确的目标 然后还要非常容易要精确的修行 就是你要非常精进的确实的修行 你不能说我要去到那里 我知道要车去 可是车你也不加油 那你也不检查车 然后你也不发动 那你怎么去 那所以 这三个基本上就是说 第一个要有明确的目标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发心 那么路道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 习悟 立愿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以前的祖师大德总结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要修五我也是这样 那么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佛法是离苦的 所以 离苦的方法 所以你要有解脱的目标 或是成果的目标 不管你是出离心 还是菩提心 还是真上身心 那么你的目标都要很明确 我要做到这样 那么你才知道 接下来目标先定下来 你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 那个方法要正确 方法不正确也没办法 路道要门 发心为首 这个应该是 不知道是哪一个祖师说的 我忘记了 残门宝训的还是哪里的 路道要门 发心为首 劝花菩提心的样子 好像劝花菩提心文里面 路道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极物立愿极先 我以前很会背这些 背这些时候的名句 我以前很会背 现在年纪大了 有些背不起来了 有些忘记了 不过以前常背 常背 常念 常讲 久了久了就熟 久了久了就熟 忽然间想起来就知道 所以趁着年轻 如果你们还能背 我要多背一点 多背多背 真的 常常会用得上 修行极物立愿极先 不是修心 修行极物立愿极先 所以就是发心立愿 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我们想说要明确的目标 那比如说不管你是在家出家 那么你出家要做什么 出家为了什么 第一要先说我为什么要出家 那如果是在家 那我为什么要学佛 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很多人其实也没有 以前我去浮远读书的时候 我出家我是已经研究佛法研究知道了 出家要做什么 真的 我在家到出家已经经过中间经过十几年了 我基本上十八岁吃素 我二十七岁出家 这中间已经过十年了 这十年当中 其实我已经读过很多书了 而且五戒 五戒 八戒 菩萨戒 南传的短期出家 北传的短期出家 佛妻 我都参加过了 那我对佛法稍微已经 不能够说像了解到很多 但是我已经差不多 知道出家是为什么 然后大概台湾有哪些道场 那都是怎么修行 我大概已经知道 我以前基本上都是 知道哪一里有深山 有一些就是有修行者 我就会去参访 我以前是很热衷的 然后大概我已经知道 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要做什么 但是我后来去浮远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学 也是一样报告浮远的 我说我有空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浮远 我也不知道 我本来开车送人家 我本来开车送人家来 他是送另外一个人来 那个人来的时候 跟他讲 你也可以报名啊 他讲我可以报名 然后我就报名我就来了 我说还有这样子的 我都想不到你知道吗 还有出家 出家是什么出家的 有些人是说他也没有要出家 然后人家就说 你也可以来出家 他就来出家了 那有一些是他们的神明 叫他来出家的 他拜那个什么祭公 还是拜那个三太子 有没有 那个三太子或祭公 叫他来出家的 他就来出家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已经知道 为什么要出家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 这些人出家的姻缘 怎么这么不可思议啊 连这样 连这样你都搞不清楚 你就来出家 但是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那有些人他就是这样 他也不知道出家要做什么 他也不知道出家做什么 因为佛陀时代也有很多这样的 他有一个更可爱 他说他也不想出家 但是他不知道出家要做什么 但是他也不知道在家要做什么 真的啊 他也不知道在家要做什么 那出家看起来 不做什么也可以过得很好 所以他就出家了 那我想说 还有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我想不到 你知道吗 后来我知道 出家的姻缘百百种 你知道吗 八八宽 但是他这样看起来好像 好像发心没有明确的目标 但是如果进身团里面 他也有可能会改变啊 就是佛陀时代 有些也不一定都发好心出家的 也不一定 但是经过身团这样磨练之后 他慢慢会改变 慢慢会学习 所以他的姻缘不是像我们这样 我们是这样反复知道 我以前是研究 还没出家之前 我就研究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我研究很多东教的 然后看过很多哲学 我就比较比较比较过来 所以我有讲 我之前我在那脸书上有讲 我说 我不是因为 我学佛 我才说佛法的好 我是因为 我知道佛法的好 我才学佛的 也一样 我是因为知道出家 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的好 我才出家的 那这种东西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透过比较 透过很多学习知道的 但是佛陀时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有些是因为佛的庄严 就出家了嘛 那有些是因为他觉得出家都受人尊敬 出家都受人供养 很多居士会误会哦 因为你看到的只是比如说 一千个出家人里面 真正受人尊敬 受人供养 受人鼎礼的 我告诉你不到百分之一 因为现在居士读的也很多啊 你没有三两三 我告诉你 他就把你放到两三去了 他管你耶 他以为他尊重你 他只是 他只是因为身为佛弟子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恭敬你而已 他才不管你耶 真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受到人家尊敬 有些人会误会啦 以为出家就 又可以就是受人家恭敬 又可以受人家供养 其实 你自己没有修行 其实人家也不一定会对你这样 真的 但是很多人会这样误会 那会变成好像你出家 就是你 你出家就是为了过好生活 其实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子 好我们先下课